我打开我的课本了 这个现在有一个好美妙的音乐 外面的雨声比我的声音还要大 我先把窗户关一下 这好像不是关窗户就可以解决 至少有少一点 好了 那个我们看 这是你们的健康课本有带回家吗 有带回家的话 我们看到第五十六五十七页 没错就是这一本 好我们看到五十六五十七页 因为现在外面的声音很大 所以 老师念给你们听这一本 来你们自己先画一下 很重要的就是地球有几个 地球有几个 就是一个 所以我们一定要爱地球 所以有一个运动叫做爱地球运动 爱地球运动就是我们要改变我们的生活习惯 好比如说第一个我们可以随身携带环保用品 好像环保带啊环保餐具或环保杯 好比如说这个我们 你们的杯子 都带回家了我没有看到环保杯 那个我们出去啊 如果你每次都是买一瓶一瓶的这个 矿泉水 好这样也是不是很环保 佑蒸我知道是一个了 好所以我们就尽量 环保用品就是说 我们可以用重复使用很多次的 不是用一次就丢 好然后第二个是尽量不使用一次性的物品 好比如说像这一个 这是什么 红茶 红茶对不对 我喝完了之后就干嘛 拿来装水 对喝完的时候就要丢 对不对他就要丢 我又变成很红 两个人头了 喝完的时候就要丢 所以这是 这叫做一次性使用的物品 尽量不要 就是我们可以有环保杯 好然后你就 如果你想喝喝饮料的时候啊 你可以买一个红茶包啊 或是可以买那什么蜂蜜啊 泡在水里面也可以 好然后第三个 要资源分类跟回收 让我们的垃圾可以再做利用 这个就是可以让我们有 把我们这些垃圾做一个最好的处理 好你看我们现在 我们现在我们的目标 就是希望我们可以把垃圾变少 所以我们继续往下看 那垃圾要怎么变少呢 好来 垃圾从哪里来 我们来看一段影片 等我一下 哦 这超久的我们应该 我会很快的给他看完 好 你知道吗 我们等于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统计 全球每年有13亿吨的食物被浪费 占身产量三分之一 为减少食物浪费 欧美国家一些肺炎的城市 发展出所谓盛世APP 通过APP 店家将几期没有开完的食品 免费提供给食物单位 一般人可将家里 饮食或多余无药的食物送给别人 好 好 等一下我们这一段停一下 你有没有看到 他刚刚说 我们吃剩的这个食物 我们吃的食物会产生 再一次哦 这里你看哦 我们吃的食物会产生那个 二氧化碳是四到五倍哦 比你去 比那个 航空业就是指飞机 比在天空上运行的飞机还要多呢 好所以你就知道说 我们要好好的 管理一下我们的这垃圾 管理一下我们的 管理一下我们会产生的垃圾 然后这边讲的就是说 剩下的这个食物 这个影片讲的是剩下的食物 你刚刚有没有看那个数字 有没有 我们每一年 产出来的剩下的不要的食物 是13吨 13吨多多重啊 他说是我们生产量的三分之一 好我们继续看他 食物也是帮凶你看看 也有275万吨 倘若提供给全台26万中低收入 看这个都是可能过期的 嗯嗯 也有人在理书成立盛食社团 例如有店家食物没卖完 或是有人送的东西吃不完 只要抠到理书上 马上就有人回应 好他现在开会盛食 就是他们可能开会买个早餐 那没有那么多人要吃 真的有人拿来 对啊 而且还速度蛮快的 嗯对 因为像这个应该是在台北的 而且台北市南京东 好你看这么久的人 就会把这些剩下的食物 或是人家买太多 用不到这么多的食物做一个处理 在台中华美社区 盛食厨房担任主厨 叶凯威2016年 在脸书成立盛食终结者 吸引8万多人加入 每天有非常多盛食讯息 透过这个平台 请大家分享忙忙吃 一种是就是那个 可能就是餐饮业的商家 就是可能 我好打烊了 很多东西给我卖完 就可能就是 刚好只有剩个几分 那我想做分出来 我就不用再去处理处理 那样子 然后有另外一个主权是 可能像是 我好想做的 我好想做完 我好想做的 我好想做了 我好想做完 感谢观看